丈母娘家摘了很多红菊 大家说让我别浪费 菊子皮留着做点陈皮 听劝的小刘 今天来安排一个 要是你们都没的干子都热了 你就赶紧找个老丈母了 正在来教您做一个陈皮 首先第一步的时候 就老丈母就得点表情 这干子回来 我先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干子好安逸 给我打油混 我们等它晾干了再开皮 我们那个红菊就已经晒干了 我们把皮给它开出来 因为开皮的时候稍微花钱一点 不要伤到里面的果子 里面的果子取出来 鲜吃也可以 可以做成一个菊子馆头 到那天买到这给我们婆买的陈皮 怕是我的仙人的 我说几千块钱 差点没把我们婆的高学来的哈财 我转身就跳了 从我老丈母都已经逮到的时候 他还先不要钱的干子跟它折点回来 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个陈皮 我以前还以为这个陈皮是那么高档万一 结果都是我们现在的泡河的皮皮 两百几千块钱 我们这些到处掉的药都没药的 快来要吃干子的快来吃哦 现根的开心 现的很 好 我终于剥完了 干子都不能拿两盆出来 我们把这个剥的干子全部拿去为月 快来吃鱼了 好 我本来吃干子了 哈哈 我们再把那个橘子皮全部给它翻个面了哈 你看我们这个全部翻完了是不是很漂亮 比刚刚更好看了 全部像花瓣一样 太舒服了 看到 我们等它晒着 来 我这个陈皮已经好了哈 你看 我那个市场关不起四千块银 可能四百块银还是值得到哦 我们正在拿个密封过来把它装好了 天气好的时候又可以拿出来多凉晒一会儿哈 放在越久越之前效果越好 你看它那一两层皮一两斤了啊 我每年做到十斤 连工工姑娘留到 现在要看你拿个汉堡啊 把它密封好 夹着十万的橘子做好了 找个一两的电视把它放哈 请你介绍这个视军 我看到那边一 Mant这边 我们发声一下 我对我比如说 你讲一下 我记得红具 我们示范